被誉为有力问鼎春节党电影票房冠军 由林超弦指导彭于晏主演的新片紧急救援 目前正在全国巡回路演当中 一众主创为了宣传可谓是日夜奔波 继日前在杭州举行完影迷见面会后 一众主创第二天一早出发前往重庆继续宣传 也许是太累的原因 主演之一的蓝莹莹刚上飞机不久就在座位上睡着了 甚至一边睡一边张开了嘴巴 目睹这一幕的彭于晏立即抓住机会 拿着手机拍了下来 而除了近距离的拍蓝莹莹的睡相之外 彭于晏更与后面的徐扬得意的跟蓝莹莹拍合影 极尽二搞之能事 不过拍完照后没多久 彭于晏自己也睡过去了 但就在此时蓝莹莹醒来了 二话不说立即来了个绝地反击 把彭于晏睡觉睡的样子也拍了下来 并且披了图 没了眼 甚至连导演林超贤也不忘恶搞彭于晏 蓝莹莹把照片放在微博并且留言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成功逗了一众网民 不过成功出丑的彭于晏并不介意立即在评论下留言 被我自己摔醒了 路眼跑起来 看来主创们的感情真是好呀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